可能不是 好莱坞男神基努里为新作捍卫任务4 近期在台湾上映后 首日的票房就打破台湾影史记录 但在这一集动作巨星 曾子丹也加入同台标系 不过这一次曾子丹的加入 却让作品引发了不少的话题 除了前阵子被抵制参与奥斯卡之外 现在更传出 曾子丹过去曾经转发过 支持南海九段线的文章 因此电影在越南遭到禁止上映 事实上更早之前 曾子丹主演的叶问就在越南背信 也曾经支持九段线的刘亦飞 他主演的花木兰也无法在越南上映 美军行径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 严重违反国际法 南海一直以来是各国兵家避震之地 除了美国主张自由航行和中国 持续在这里进行军舰以及军机的交锋之外 越南 菲律宾 马来西亚等国 都对中国化的九段线范围不满 因为中国这一化可是化到各国的家门前 越南对这样的化法更是把九段线戏称是牛舌线 暗指中国意图染指整个南海的野心 而面对中国势力 越南政府也在近年加强了地保 海岸防御和通讯设施在岛屿防御上 已经跃居了第二位仅次于中国 但北京方面不只声称对整个南海拥有主权 近期更是把黑手胜向了海底缆线的铺设工程 中国寻求进一步掌控传输全球数据的基础设施 正在阻挠行进南海的海底网际网路电缆铺设 与维护计划 并拨及了台湾参与的投资项目 北京想要借着审批长期延后 要求更加严格 来让许多企业的设计避开南海的铺设线路 东西文国局中心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